秋葉原仿余一個異世界 尤其年輕一代去東京旅行時 大部分人都會到訪這個受次文化昏徒的聖地 遍佈街上的女博們 讓小街化為五光十色的廚窗 回想十幾年前 女博攻陷這裏之前 日本國內和世界各地遊客 都為了尋找動畫、漫畫、電玩的相關精品 蜂擁到這個ACG熱點 不過進一步追溯到1990年代 這裏最有名的就是便宜價和貨品齊全的電器商品 電器街和秋葉原這兩個詞語幾乎不可分開 這個地方變化萬千 隨著時代而不斷蛻變 而且它的吸引力毫無減退 踏入2020年代 秋葉原這一刻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對於你來說 這個地方是次文化潮流之地 是電器街、電子零件雜散地 還是其他呢? 最深日本這次為你介紹 因150年前一場大火而打開發展聚幕的秋葉原 各個時代均成為日本文化的最尖端 並且引領它的獨特文化衝出日本去到世界各地 現在還可以找到多少昔日光輝的痕跡呢? 1990年代起去日本旅行漸漸普及 關於日本旅遊區的資訊隨處可見 不少人認識秋葉原的時候 這個地方剛剛就是充滿電器街色彩 一出JR秋葉原火車站 就會找到各家多層式大型電器商店 例如Laox、Edion、Onoden 不知你會進去走過呢? 還有其他老牌電器商場 例如秋葉原百貨 不過由JR火車站再走遠一點 就會找到支配下一個時代的主角 電腦硬件軟件和動畫手辦模型的店 原來90年代電器街一面已經變淡 持續了50年的光輝時光 逐漸變得暗淡 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 日本全速發展經濟 1953年黑白電視廣播正式開始 全國國民都渴望擁有一部電視機 再加上各種家庭電器陸續免費 洗衣機和雪櫃再配合上黑白電視機 這三種家庭電器 成為日本各個家庭的三種神器 每家每戶都紛紛購買家電 帶動購買熱潮 日本踏入家電年代 秋葉原成為熱潮的核心 一提到二戰後的大城市 別定不能不提黑店區 秋葉原和以往介紹的城市有點不同 在神田村南岸一帶的衰田町 聚集了120間非法露天商店 其他地方的露天店 絕大部分都是售賣生活用品和食物 但在這裡四成的露天店 竟然是售賣收音機和相關電子零件 這個另類露天店區就是電器街的起源 當時電器街中心的地帶是神田村旁邊和南岸一帶 不過現在轉移在北邊去到JR站附近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變化呢? 露天商店乘著戰後混亂而非法擺賣 不用交租賺大錢 當時實際上統治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GHQ 在1949年夏令非法露天店要搬遷 老闆失去蠟燭之地 沒辦法衛生 他們硬著頭皮向GHQ請願 安排有屋頂的新鋪位 想不到老闆遇到危機 都還懂得開天殺 GHQ沒辦法 在附近找到一個位置 就是抽葉原火車站 完善高價鐵路下面的空間 去讓他們繼續償生意 所以那些人為什麼要選擇高價軌道下面去開店 原來其實是有他的原因 露天店老闆搶先去爭旺位 10個老闆合資在JR火車站出口旁邊的位置 開辦新店 之後那一年就成立了Radio Store商場 而其他店鋪陸續開張 有在旁邊的Radio Center 這個還有在 過了中央通知後 就即時找到東京Radio百貨 另外在當時大站的萬世橋站旁邊的Radio Garden 你會發覺這些店鋪都會灌Radio為名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稍後為你另作介紹 這些店鋪當先鋒 帶動抽葉原發展成為電器街 為這個地方編寫了光輝的一張 隨著時代變遷 營業了64年的Radio Store 在2013年關閉 暗示了電器街的繁榮 已經進入不好還會的局面 另一方面 多層式大型電器百貨 在80年代起相繼進軍抽葉原 令電器街升級到更高的層次 老字號的Onodin 轉回看字就是小田電 公司叫小田電業社 它就是最早在這裡打等 1962年開張 五層高的本館大廈 營業到現在 見證著電器街60年的興趣 旁邊的Naox也是老字號 七層高的總店在1974年開張 它的前身就是朝日無線電器 在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 專攻音響 1990年開辦了電腦專門店 The Computer館 2020年還開辦了綜合娛樂電器商品店 Asobe City 令電器街更多元化 作出極大貢獻 Asobe City外觀突出 三角形的外場在逆手後仍然保留下來 2004年就成為激安之殿堂Donkey 2005年12月8日 AKB48專用劇場在八樓開幕 帶動日後抽業員展開另一個潮流 在Naox的旁邊 還找到另一間老字號 石院電器 六層高的大廈在80年代後期開始營業 現在就改名成為同企業另一個品牌 Adeon 以Adeon Akiba這個店名繼續營業到今天 石院電器全星期的80年代 在抽業員有7間分店 同集團另一個品牌日之院電器 在60年代有售賣唱片的專門店 唱片的存貨多得一萬張 盒帶有8000盒 貨品路線很明顯和其他店不同 獨特的電器街百花齊放 慈名世界 而最後開幕的多層式大型電器店 就是新宿特輯介紹過的 尤多巴斯卡梅拉 收購了原本在日本通運用地 在2005年9層高的尤多巴斯卡梅拉開張 踏入2000年代各大電器零售集團 紛紛關閉分店 縮小規模 營業了超過15年的尤多巴斯卡梅拉 相述是抽業員裡 最後一家開張的多層式電器店 現在這裡還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電器店 繼續營業 作為電器街的一面 不知道會維持到何時呢 踏山首线去秋叶园时 出车站后人流都会向右手边 即是御途町方便走 人们就好像被类伯吸引着 而相反方向的神田村一带就遭到忽视 你有没有想过在中央通的路口 尝试转左走过曼西桥 去规探神田村对岸的世界 这一带看上来没什么特别 有些残疚的建筑 再看清楚火车路轨高架桥旁边 有一座很长很长的红砖建筑 究竟这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昔日秋叶园中心地带 就是神田村南岸神田衰田丁一带 二战后的非法露天店就集中在这里 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江湖时代 这一带已经是很热闹的事宅 去到1912年 相等于现在的中央线 由雨茶之水延伸路线 去到曼西桥站 这座红砖建筑 就是昔日曼西桥站铁路的遗迹 看得挂在神田村上 曼西桥宏伟的建筑 大概可以推考到当时的交通有多发达 曼西桥站 外表有点像JR东京站 原来它们都是源自相同设计师 神野金吾的首筆 曼西桥站启用后 火车都以这一站为总站 直到中央线通车去到东京站的1919年为止 人们都很喜欢在这个站上 转成火车和路面电车 人流多 当然站前成为旺区 当时不单有很多食店 还有戏院 由曼西桥走到车站的时候 就会找到日俄战争的英雄 当然是以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的英雄 广乃姆夫和韵野宣七的同胀 可惜曼西桥启用了之后的十几年里 东京站 神田站 秋叶原客运站等等火车站 相计投入服务 加上路面电车路线改变 曼西桥站由转车大站 变成一个小站 人流变得疏落 惨剧一浪接一浪 1923年 这个站受到关东大地震的冲击破坏不堪 总一度成为尸体安放地 只有车站紧获重建 但四处面目全非 市中心渐渐不移去到JR秋叶原站一带 曼西桥站在1943年 完全停止了火车站的机能 只剩下旁边的交通博物馆 博物馆熬了很久 去到2006年才关闭和清策 不过这个站也有转机 在2013年曼西桥站获得重生 保存了外貌 内部经过装修后就成为商场March Akudor 这次由1935楼梯 上去展望台汇估昔夜的景色 1935楼梯 顾名思义 就是1935年当时的楼梯 而部分当时车站的结构 现在还可以参观 落到地下 Blu Bottle 旁边 可以找到关东大地震之前 初代曼西桥站一带的风景模型 车站真的像宿世版的东京火车站 路面电车穿梭车站前面的十字路口 现在这一带已经找不到当时的痕迹 在马路对面找到一栋五层高的大厦 玉子曼西 秋叶园总店 1949年在电器街的一角 创业的这间精肉店称为花蹄 看守着秋叶园南端这一带 足足七十多年 在这一刻 曼西桥附近极为冷清 不过不久的将来 这里有重大的变化 秋叶园这个地方的名字 听起来有点优雅 但和实际上背道而馳 这个地方没有自然 去到秋天也找不到红叶 究竟秋叶从何以来 平原又是哪里来的呢 在日文里面有一句俗语 火灾和炒价是江户的好戏 江户时代期间的267年里面 东京发生了49厘大型火灾 规模最大的名历大火灾 发生在1657年 大半个东京化为火海 所以东京里面的古迹 多数都不会多过400年的历史 踏入了明治时代 东京仍然不断受火灾的威胁 明治二年的169年 在相等于现在JR站北面的一带 包括约多巴斯亚克巴 神田双生丁发生大火 过千户失去家园 追赶欧美的近代明治政府 终于正式对付火灾 避免重度覆车 火灾一带定为空地 防止火灾再次发生时蔓延 政府还祈求神明保佑 在空地里面建设了震火神社 相管齐下 可以见到人们有多大决心 当时坊间流行信奉另一个防火神 人们把原本与秋叶权延没有关系的震火神社 混为一谈 不知不觉 神田双生丁的震火神社 就被当作秋叶神社 防火大空地 渐渐被称为秋叶资源 原来这个地方名里的秋叶 与秋天的雄叶没有任何关系 而平原并非天然 而是人工的 有点奇怪 现在火车站四周围起满了高楼大厦 根本没有空地 也找不到神社 抽叶资源发生了什么事 神社又去了哪里 火灾过了不够二十年 没有作为的空地 被看众成为发展用地 私营铁路公司的日本铁道 兴建货运站 将由东北和信越地方 运到的谷迷等等的农作物和货物 即上货船 经神田邨运到东京各地 JR火车站超和通口 对出可以找到当时货船用 温和上桥梁的桥等 火车站出口有一个小小的公园 总有它的原因 1923年关东大地震 破坏了当时中心地大的 神田邨以南的神田青果市场 迷了方便物流 青果市场重建在秋叶园站旁边 营业了61年 1989年 市场功能就和大田市场合拼 90年代之前 曾经去过秋叶园的游客 可能对这个地方印象完全不同 神田青果市场搬迁后的位置 被政府收回 情况就像现在的足地市场一样 位置的用途一直没有决定 暂时改为蓝球场 足足等了10年才获得再开发 火车站改名为秋叶园站 站名就就这样成为这一大地名 咦?你有没有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本来在大空地的震火神社 去了哪里? 在兴建货物站时 震火神社被搬迁到另一个地方 但新子不是在附近 而是在距离JR上野火车站 布行15分钟的地方 很奇怪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 周围都是住宅 而神社的名称 就正式改名为秋叶神社 神社里面将贴出秋叶园一大历史 证明了这个神社就是当时的震火神社 真的没想过秋叶园这个地方名是这么复杂的 说到这里 秋叶园好像理所当然成为电器街 二战后非法露天店在神田村南岸的衰田丁一大聚集 为什么他们会选在这个地方? 要说明这一点才能解释电器街的根源 还有一点很重要 相信很多旅客都会找到极多以无线和radio为名的商店和商场 现在就回到二战之前 看看这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 踏入1920年代 随着城市电器化 电子产品开始逐渐在人们生活占了地位 1925年NHK正式开始收音机广播 人们为了一尝这个斩新的娱乐 各个家庭都想尽办法去得到第一部电器收音机 这个欲望就成为抽烟源电器街的源头 当时收音机是超级极到惶怀的电器 能够负担买一部完成品的收音机 必定是富裕家庭 一般庶民被时代遗弃 他们唯有继续听闪声 到过漫长的黑夜 去到1930年代 一些电子零件批发公司来到抽烟源一带开铺 其中广泰电器商会最为出名 现在位置在中央通旁边的广泰电机 就是当时的广泰电器商会 公司地址接近100年保持不变 广泰不是日文简写 暗示了它的悠久历史 平民负担不起买一部完成品的收音机 这个情况就仿如90年代 人们负担不起买一部完成品的电脑 那些人怎样去解决问题呢 相信你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 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组合一部收音机 由真空管阳声器等等的零件 砌成西上独一无二的收音机 相信这个就是当时宅男的幸福憧憬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了不太久 神田衰田丁集合了50家 买电子零件的非法露天店 背后其实另有原因 露天店附近有一间电机工业专门学校 学生懂得自己去组合收音机 和卖完成品赚钱 就是这样这里就成为黎明期的电器街 去店铺 找零件 砌电脑 砌电器的光景 就是来自这个露天店 还有刚才提到的广泰电器商会 和其他电子零件批发商 以价钱便宜为卖点 吸引全国各地的买家到访入货 在前两节介绍过的曼西桥火车站 当时的利用人数在东京里排第四位 这个站作为交通输楼 助长来自国地的买家去抽叶元一带入货 买家门后悲扩散 越来越多买家来入货 奠定了便宜电子零件集散地的地位 中央线高架桥下的Radio Center里面 还有售买电子零件的铺铛 一件零件有几十日元气 一些很相似的零件有十几款 我都分不清哪一样打哪一样 对于真正玩家来说 这里就是一个补货 抽叶元到处的铺铛和商场 都以无线和Radio作为铺铛名 原因就是他们当时乘着收音机热潮 来到开始做生意 售买最多需求的商品 随于电视机和各种家电面势 部分电子零件商专营成为电器店 另外有一批寻求利润的老板 来到开始做新生意 抽叶元成为世界首位一指电器街的 这部剧本里的所有演员和报警 都准备就绪 迎接安定和繁华的五十年 几十年前的发烧友们去抽叶元买零件 自作收音机和其他电子用品 这个现象就为这个地方定位 成为日后扎南升地 五十年代的babyboom造成了团化世代 他们齐心合力令日本经济起飞 人们物质生活变得富裕 他们的子女拥有自己的房间 不用做家务 一举手一头竹 不用看别人的面色 最喜欢与情投意合的发烧友同好家往的一族 被分类为otaku 预测族 时代的变化令上网和电脑预测族们 蜂拥去到抽叶元 1995年11月23日 Windows 95日文版发售 这个地方承传了昔日大卖电子零件的优势 跟随时代不少店铺转型去卖电脑零件和软件 其他地方在这方面根本追不上 二战之后 日本人吃面包、吃意粉、饮牛奶的文化 都是受美国影响 想不到50年后 美国又令日本人生活文化出现极大变化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 《鸣野兽明》动画作品 《新世纪福音战士》大受欢迎 造成社会现象 电视版结局另类 另类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 绝大部分的粉丝接受不来 在网上竟舍导演《鸣野兽明》的坏话 《鸣野兽明》为满足粉丝 就决定把结局那一部分 另制作电影剧场版 重新仔细解释结局 这一连串动画界的事件 掀起动画角色手办模型 和同好二次创作作品同仁志的热潮 商家就成小在发烧友和玉泽族长住的抽业员 开办动漫商品店 粉丝和店铺就为这个地方 酝酿了独特的动漫和模型文化 90年代尾这两件大事件 奠定了抽业员聚责玉泽族的决定性地位 当时很多人都看低玉泽族 不知道他们想怎样 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当时不隐藏自己喜好的玉泽族 99%都是男性 加上宅男们都自称对现实世界的女性不感兴趣 而并非认识不了女朋友 预测族 宅男形象低到贴地 非法宵有的人们都不太喜欢去抽业员玩 戏剧性发展一浪接一浪 2000年代中发生了宅男奇迹大事件 大幅度改善宅男形象 这就是小说版和电视剧版《电车男》的面世 戀爱绝缘体的宅男竟然交到女朋友大谈戀爱 话说有一个美女在火车里遭到醉酒汗骚扰 电车男就英雄救美并获得美女的道謝 而获救的美女就送了Elmes的茶杯给电车男 这一段在真实和虚寇之间的恋爱故事 成为日本国内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经过了这一幕 责男的形象和社会地位大幅飙升 抽业员的预测族结界减弱 终于成为一个适合男女老友游玩的好地方 说完九十年代 说完二千年代 说现在呢 现在也会有不少人以女博咖啡厅 Made Cafe 为目的去抽业员 享受快乐的时光 现在这一刻 这个地方的定位毫无疑问 就是女博圣地 在这条影片里会简单介绍一下 Made Cafe 萌芽的始末 1997年发售的18禁戀爱育成游戏 Pia Kera Toei Yo Koso Zu 一听下去你已经很窄了 不好意思 没中文译名 这个Gamma Title不太重要 你知道的源头是来自18禁的Gam就没问题了 这款Gamma有一个特别的企画 在东京角色展 Tokyo Character Show 1998里面 一个角落里布置了和游戏里面相同的餐厅 大获窄南门好评 而之后那一年Gamma Square店铺里面6楼期间限定 开办同一个作品的主题咖啡 再次博得各宅男门的热烈支持 相信这一间咖啡应该不是18禁 1998年我还没去日本 真是看不到 这个企画得到空前的成功 其他店铺不用想 即时跟风 例如著名T恤店Cospa就开办了Café de Cospa 一身盟系女博打扮的少女店员服侍来店的宅男主人 这个模式就在抽业员确立 元祖女博咖啡厅Cue A Meido Cafe 在2001年开业 大规模商店纷纷加入市场 有2004年开业的Ato Home Cafe 第一号店就在激安之殿堂里面 还有2008年开业的Meido Cafe Meido Lime 当然还有各间小型主题店铺 2000年代后期的抽业员成为女博激战区 为求得到宅男主人们的光临 街上等他来的站着各间店铺的女博 出了JL火车站 横过了中央通之后有一个小街 这个小街有个花名 名为传单街 在一月的严冬里面拉客的女博们 真是不容易做 收音机 电脑 动漫 直到现在的女博 宅男们倾家荡产让这个地方不断发展 不知道你对抽业员浮现了多少呢 这次去抽业员我搭了触波快线 这条私营路线在2005年通车 以抽业员惑气点连接触波 60公里的车程只需要45分钟 这条火车线路的通车 展开了这个地方再开发的序幕 踏入2001年当时东京都知市石原神太郎 发表抽业员再开发计划的东京球赏2000 暂时用了蓝球场的神田青果市场为止的用地 经过十多年的时光终于决定了正式的用途 用地上兴建了商业大厦 一反以往这一带的形象 2006年落成了两座大厦 分别是31层楼高的抽业员 Dai Biru大厦 以及22层楼高的抽业员 UDX 令到周围观感一身 商隔JR火车轨对面的地方 在2007年落成了19层楼高的商业大厦 Fujisoft Akihabara大厦 抽业员杀人事件案发现场旁 在2009年落成了高19层的 注幼不动产抽业员大厦 没错 抽业员下一个定位就是商业城市 不知道你对这个计划和现实有什么看法 高层玻璃幕墙大厦包围着的抽业员 到底他的魅力在哪里 二战后度过了几十年的繁华岁月 再重建命运降临在这个城市 谁都不能作出任何反抗 昔日以售卖收音机零件而大获成功 随着科技发展 收音机 家庭电器 电脑软件硬件 各电铺不断改变商品迎合时代 日本国民变得富裕 家里已经有各种家电和电脑 需求由电子产品转为文化商品和服务 ACG相关模型精品和铝布取代了电器街形象 并带动这个地方买向新的层次 几年前的科技产品无人航空载具 Drone引发热潮 不过Drone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引发任何热潮 其中原因就是日本政府立法管制户外使用Drone 甚至影响到日本的产业 遥控车本身就是日本擅长的技术 在这个技术延长线上的Drone 遭到政府立法管制严厉 导致市面上几乎找不到日本制的Drone 另外虚拟实景、VR和元宇宙、Metaverse的相关商品和文化 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开花结果 还有利用最新潮流的非同质化代币 即NFT技术 或者可以令ACG模仪商品作品的交易变得旺盛 可惜在科技上 怎样都不能算上是先进的日本 Drone也好 Metaverse也好 NFT也好 均未能滲透在现实上的秋叶园 究竟谁可以为这个地方打开下一道新的大门呢? 说完梦话 现实世界上的秋叶园下一个再开发计划已经落实 爱神田一丁目计划 以出了JR站横角中央通之后 左边的小地区为对象 轻现与神田村对岸2013年落成的41层高商业大厦 或TELUS相同规模的大厦 神田村旁边的长坊人用地将会兴建酒店、住宅和小公园 计划里面有设施可以供船只停泊和上落客 这个计划让JR秋叶园站和曼西桥站连成一线 途中引领电器街成长的ONODEN、LAUX、EDEON等等沿着中央通大马路的大厦 都是在再重建范围里面 相信几年之后他们会永远消失于世上 为昔日的电器街画上句号 你会否认为秋叶园会成为涉谷、池袋、新宿等等 构物城市而失去本身特色和魅力呢? 百多年来一直支持着这个地方发展的宅男们 还有近几年加入战团的宅女们 他们能否引领这个地方闯入下一个新时代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